駕駛 那時候我有什麼 什麼東西 有一個大窟窿 那你還有沒有爆胎 駕駛載著太太跟小孩 行經這條烏漆麻黑的道路 突然蹦的一聲嚇了好大一跳 傻眼到不行 因為短短的距離就有好幾個坑洞 以為車子應該平安沒事 但開一開覺得不對勁 還真的爆胎了 後來在等待那個 道路救援的時候 後面也有一台車也是這樣經過 然後他也爆胎 而且他爆兩個輪胎 受害者似乎不只他們 因為拖掉車駕駛也說 這兩天已經幫忙拖了超過十輛車 事發地點就在新竹鳳山溪堤方旁 實際回到現場 路上確實坑坑巴巴凹凸不平 看似已經來回修補過好多次 因為一個小洞一直走 它就一直大 這邊是常常都有大車在那邊走 都大車 大車了 我知道 我都閃過現在 而這條路正是新浦 竹北民眾來往的要道 新竹縣府回應 第一時間就已經處理 後續也會通報相關單位改善處置 竹北端的部分 目前市公所已經有接管 所以由竹北市公所來維護 新浦端的部分 目前公所跟二合局這邊 還沒完成交接的程序 所以目前新浦端的部分 還是由二合局這邊來負責養護 但不論負責的單位是誰 最重要的還是民眾人身安全 還好這回只有車損 就怕一個不小心爆胎或摔車 民眾膽戰心機 若是騎車沒注意到 遇到這狀況後果恐怕更嚴重 TVBS新聞城市鳴謝一輪 許雲廷新竹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